大家不要笑我吃这个剩菜哦 以前我们中国因为物资不是很丰富啊 家家户户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好的 所以的话过年的菜烧了很多 必须要吃很多天 不是一两天啊 然后我现在的话先把这个锅洗一下 然后昨天的这个排骨给它红烧一下 用来炖这个土豆啊 炖土豆 今天就吃这一个菜了 拿到我的砧板 先把土豆给它爆出来 然后把菜烧一下 土豆去下皮 切成块 好多泥巴 就这样切吧 等一下把它洗一下 不缺水 四个小土豆啊 然后给它洗一下 都是那个刚刚倒土豆皮 都是泥 洗土豆喽 洗土豆 然后这边也洗一下 把这个灰 土豆 土豆切成 稍微大一点的块哦 然后 跟排骨一起炖一下 土豆反正不大 四个的话呢 四个的话呢 应该还行 我想起来了 这个火小啊 切小一点吧 等一下 还灯不熟 土豆腔 先把菜烧好 因为米饭烧好的话 再热就不好热了 先把菜煮出来 然后等一下再煮米饭 菜凉了 直接放上去再烧一会就行了 剥了几个蒜子 弄一个蒜香排骨 全部弄成蒜泥 切一下 煎火 油呢 没有油了 还有一大瓶啊 上次买的油到现在都没有用 几乎 还有一升 一升啊 还是把这个油倒到这个瓶子里面 感觉这样安全一点 那等一下倒的太多 没地方 倒油咯 一点点 够了 感觉几天没做 好像生休了 蒜泥 放进去 再放点这个 剁椒酱 多放一点 我喜欢吃这个辣一点的 因为剁椒是有水的 所以的话它有点脏 今天做一个剁椒焖焖排骨 这就是排骨了 直接 哎呀有点水啊 问题不大 放进去 放进去 先炒一下 先炒一下 来一点点老抽给它上个色 这个千万不能到多 就很黑 就很黑啊 还有土豆啊 因为排骨的话已经熟了 所以的话 土豆的话有时直接放进去 再 再加点生抽 反而要把土豆放下面 加水加水 焖一下 土豆焖排骨 加个盘子 给它焖一下 烧开了 烧开了 感觉 哎呀水有点多呀 我就一点点到一点点到的 结果现在 感觉水还是有点多 先把土豆焖一会儿吧 刚刚烧开 再焖一会儿 然后先把米饭给它 洗一下 不对 大米洗一下 现在还没有做成米饭 煮两碗吧 每天都吃一碗饭 太少了 煮两碗 洗一下 先泡一下 洗一下 这个先拿下去吧 泡一会儿 等一下土豆应该就稍微烂了 先把米饭煮一下 刚刚已经洗好了 水好像有点少 再加一点 够了 吃个水果 前两天买的香姜 这个上汽了 计时了 然后现在还有一分钟 等一下的话就能吃饭了 刚刚这个好像多煮了一会儿 有点 焦香味 不过问题不是很大 没什么太大问题 先把这个菜再给它 烧开 看看这个土豆的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焖熟 应该是可以了 把它烧开了 烧开就关火 可以开饭了 好了好了 准备开饭了 好饿了 今天的第一顿饭 今天的第一顿饭 朋友们 这个有点危险 把这个炉子拿下去 稍微碰一下 我去 今天晚上就没得吃了 还是放这个 这个很稳 这个很稳 今天晚上吃这个 蒜香排骨 焖土豆 还蛮烧的 有一锅 这个肉应该比前两天煮的话 要有味了 前两天就是说 汤里面的排骨已经喂了没有 把点辣椒烧一下 可以点 哎呀 这就是剁椒 这个辣椒辣呀 用来做剁椒鱼头的剁椒 吃点米饭 这两天感觉米饭做的比较少啊 昨天好像一天都没有做饭 还是做点米饭烧点菜 吃起来点舒服 这个辣椒还是可以的 非常下饭 有点辣 但是确实好吃 米饭里家确实有点糊 但是还好 不是太严重 吃这个排骨 土豆焖得刚好的 非常的软糯 晚上吃了饭 也没去哪里 稍微逛来了 今天一天等于就在这个 民房里面休息了 也没有出去啊 晚上还有点饿 弄点夜宵吃一下 这个下午吃饭的时候还上了一些菜啊 这么大火 来 再把它热一下 还有几块肉啊 然后稍微加点水 加点水 烫点菜吃 还有这个白菜 直接放点去吧 应该问题不大 不需要烧开再放吧 手撕泡菜 大白菜啊 大白菜 吃点夜宵啊 把它吃完 这个菜 这个菜也吃了好几天了 白菜得多煮一会儿才好吃一点 现在 刚刚水开啊 然后再煮一会儿吧 这里还有这个几块肉 本来我准备还留到明天早上吃的 但是晚上也饿 直接把它吃掉了 明天早上明天早上再烧啊 这一看就还有点硬 哎呀 这个就是 哇 好大的一个骨头啊 吃点菜啊 然后 主食的话就来点面包吧 这个叫全麦吐司面包 全麦吐司面包 你看这个黑黑的 黑黑的感觉 吃点菜吃点肉 来点面包 可以了 够了 火车又来了 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火关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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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把那个菜吃完了 然后又下了一点面条 好 然后把这些菜和面全部吃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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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睡觉 今天的话也没有去哪里啊 一天都是 在房子里面 然后做饭吃饭 哎呀 几天年一过 过年的气氛就没多少了 现在过年气氛一般都说三天年啊 三天年就是大年三十 初一初二 初三就没什么气氛 不过这两天的话 确实很多的信徒啊 就是说因为这边是武丹道教 然后武丹经典这两天是人满为话 排个队要排好几个小时啊 人特别多 然后接下来几天的话我就去附近逛一逛吧 呃 这两天的话就包括前几天下雪也没怎么出去啊 明天我总没有去绕周围去 就是说不说就是说把洞 这个武当山都走遍嘛 就是随便选个方向 然后去 呃 看一看 瞧一瞧吧 因为一直待在这个房子里面 待了好多天了 今天的话也就没有出去了 一直在这个房间里面睡觉 这两天 过年吧 过年前就一直有点日夜颠倒 每天凌晨就睡得很晚 甚至有几天到早上的凌晨七八点才睡觉 呃 早一点的话也是三四点 真的有点日夜颠倒 然后现在的话就尽快把这个时差给它倒过来吧 就每天早起一点 比方说我们 因为你早上睡得晚的话 你就一天就一觉醒来就已经下午晚上了 每天你本来睡到下午的一点钟两点钟啊 所以非常晚 就是说一天提醒一点 明天我准备设一个十二点钟的闹钟吧 尽量把它调整到七八点就醒来 然后晚上早点睡吧 七八点八九点吧 调整到八九点就差不多了 我之前在户外的话 一般也是睡到早上的八九点左右 应该调整到这个时间就没问题了 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过得怎么样 反正我的话还是很简单 就一个人在这个七块钱一天的小房子里面度过的 嗯 好像好几天没有买菜了 之前过年前每天消费挺高的 几十块钱一百块钱的花 我去 真的 然后这两天一分钱都没有花 没有地方买东西 每天的话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吃点那个 之前买的一些菜吧 所以说消费比较低 哎呀 说是明天要早醒 现在也不早了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吧 一点半了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醒啊 然后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希望大家今年的事业 爱情 身体健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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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感谢观看